姑娘这么说 倒是很有趣啊 对 总之 谢谢司徒大哥今天请我吃 一二三四五碗大馄饨 本来就是我有错在先 姑娘何必挂怀呢 下午见姑娘心事重重 想必是有什么烦心事 我这个人啊 一直就相信一点 只要肚子吃饱了 一切事情就解决一半 巧了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真的啊 不瞒姑娘说啊 其实我也是穷苦人出身 以前挨饿那都是家常便饭 所以我自然很知道 填饱肚子的重要 不会吧 我看司徒大哥你出手如此阔绰 还身着如此华丽 想不到也是受过苦的人 因为穷 我曾与之爱被捕分离 自那之后 我就努力赚钱 等我有了钱 可以照顾我心上人的时候 那你们后来怎么样了 太晚了 一切都物是人非了 从那之后 就再没有人走进过我心里 想不到 世上竟真有如此用情至深的好男 其实你跟他有点像 所以格外投缘 好了 时间也不早了 我送你回去吧 没关系 我家离得非常近 我自己走回去就可以了 我送你样礼物吧 这是何物 以后不管有任何事情 拿此物 到青州商会来找我 我定能给力相助 谢谢司徒大哥 青州商会 我 你这是干什么呀 这是我的信物 如果你有需要 就找我 我有需要 但是你怎么样才能找到我呢 只要你需要 我就会出现 你 你去哪儿了啊 我就去散散心 何一指他找你了 真的吗 我爹他现在在哪儿 他怎么样 他一切都好 而且他还见过郡主 说让我们去老地方找他 那我们明天一早就 这是郡主回来了 你们都下去吧 是 是 是 行了 人都走了 别装了 妹斧亏大你了吗 竟然跑去吃廉价的路边摊 你跟踪我 谁跟踪你了 你看你满身充满了廉价路边摊的气息 妹斧要什么有什么 何必带这种穷酸的手练呢 来 坐下来 来 放下来 要你管 我要去睡了 明天早上还要出门见人呢 见谁啊 你很关心吗 你名义上至少也是将军府的少奶奶 最好给我老实点 怎么你还想求见我 不然我出门不成 我怎么敢用这么嚣张的语气跟梅三少说话呀 完蛋了 他肯定不会放过我的 更别提放我们出去了 叶灵霞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我们可以让叶灵霞带我们出去啊 这又是披风又是手练的 小丸子 我看你真的是中邪了 就算这些东西真的是叶灵霞给的吧 这现在是大白天 他怎么救你出去啊 也是 那怎么办啊 我爹还等着我们呢 要不然 你再求救梅三少 说不定 他会放我们出去呢 那怎么求啊 总不能找个借口 说我真的中邪了要上山去找大师吧 这算是个借口 求人不如求己 我们就说 我们就偷偷溜出去 现在这个时辰 梅三少正在正在练功 要不然我们现在就走 不愧是一起对付梅三少的好姐妹 我真是心有灵当一起想 心有灵犀一点通 不都一样吗 走吧走吧 走 走 早啊郡主 早啊世青 你不是去练功了吗 怎么一大早坐在这儿 我练完了 我坐这儿 是挡着郡主出门了吗 世青你真会开玩笑 我 我听说这个程西边有一个庙特别灵 正打算和巧云去祈福呢 是吗 我正好闲来无事 我陪郡主一块吧 那个是倪孤庙 南相客不太适合去的 倪孤庙 思恒 程西有泥公庙吗 回少爷 没听说过 没有啊 瞅我们这脑子记错了 郡主 龙玉商行新来了一批新的胭脂水粉 要不然咱们去看看吧 好啊 正好我用完了 巧了 思恒正好认识那个老板 思恒 你把那个老板请过来 让他带上最新的胭脂水粉 让我们郡主慢慢调 好啊 世青啊 你来 世青 真铁心 你是不是诚心不让我出去 你我之间的契约完全是自愿的 我又没有限制你的人身自由 我警告你不要太过分啊 不然 不然我就把你庄下的事情 全都抖出去 让你成为美府的孝虎 你确定 没算受 你就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 我这两天绝对是脑子中邪了 说话的态度简直不要太嚣张 我 我觉得这样不行 所以你就饶了我错了 想出门 也不是不可以 您有什么条件今晚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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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